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問了我哪些問題喔 不過沒關係 為了避免這種狀況會發生 我知道我是個邊緣人 所以我已經準備了幾個問題 自己問自己 只是說Q&A不能自己問自己啊 那我們開始吧 我是用Panel Cut Pro 它真的蠻方便的 因為對我這種沒有學過剪輯軟體的人來說 比起Adobe的Premure它使用起來非常人性化 我之前打開Premure的時候 根本什麼都看不懂啊 如何學剪輯的話 如果有一位認識很久的古博士 你不管有什麼疑難雜症 你只要跟他說 他都會幫你找到適當的答案 他真的是一位人非常好的先生 相機的話我是用佳能的M50 不過M50我覺得有個缺點就是 它的續航力真的不太夠 像我就準備三顆電池 它真的拍一下就沒電了 然後還有它的補光的效果 就是在你逆光的時候 它有一點畫面會變得比較暗 不過當初會買它 是因為它有這個翻轉的螢幕 我覺得翻轉螢幕 對我這種新手來說非常重要 可以確認自己現在長怎樣 賠倫你是用什麼收音設備 麥克風的話我是用Boya的 因為預算有限 不過這顆蠻好用的 就是在戶外的時候 如果我要拍一些東西 風太大的話 就不會有那個 的聲音 CP值算蠻高的 那顆麥克風才 我好買一清 賠倫你為什麼都一直戴帽子 因為我其實是禿頭 沒有啦 因為戴著帽子 就可以不用整理頭髮了 你就像頭髮會亂的話 就只要把這個帽子 一戴上 是不是看不出來 所以我覺得帽子 真的是一個非常方便的東西 這樣就不用整理頭髮 懶人的福音 那今天一千訂閱的 感謝祭就是要來 吃爆雞塊 麥當勞的雞塊是一個 多麼美味 多麼好吃的一個東西 我有一天一定要吃雞塊 吃到飽 今天就是有個挑戰 我要吃一百個麥當勞的雞塊 今天就要來把它吃飽 哇齁 哇齁 超壯觀的 雞塊3欸 我從來沒有想像 那麼多雞塊 可以在我面前 哇齁 當然吃雞塊 一定要有糖醋醬 那我們就開始吃吧 如果我吃到我快受不了的話 就停下來吧 我還不知道我可以吃幾個 第一次吃那麼多雞塊 好朋友千萬不要學喔 我們開始吧 麥當勞雞塊真的很好吃 麥當勞雞塊真的很好吃 怎麼看起來完全沒有減少的感覺啊 我覺得我已經吃差不多了 大家加油 不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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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麼吃得了一百個啊 我們現在雞塊已經到這邊了 不知道一想到雞塊那個味道 我就覺得 再好吃的東西 也沒辦法一直吃 一直吃 一直吃 我們來看看這邊還剩下幾個吧 這邊剛好剩五十個 該留著當明天的午餐 不能浪費食物 這些東西一定要吃完 吃了五十個雞塊 不管你覺得我把一年份的雞塊都已經吃完了 你們怎麼打了 喔 真的很不舒服耶 太膩了 怎麼可能吃得完啊 我真的很佩服那些大胃王的胃部構造 太強了 我以後絕對不要再吃這麼多東西 有點反胃 這邊剩五十個雞塊 把它冰到冰箱 我們明天再吃 再次感謝各位 我們終於 一千訂閱 代表真的有人在看 從原本的只有十幾個 十二個 然後現在到一千了 感覺有點奇妙 真的非常感動 未來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一起加油吧 那每天在那邊結束啦 如果喜歡我影片的話 一定要記得訂閱還有記得分享 按讚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